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Mans学习自动化测试中的Clinium的一些使用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学习了使用Clinium这个模块中的WebDriver这个模块来打开Firefox和Chrome 并且呢,我们也已经讲了如何在Windows下使用Clinium打开Chrome 我们需要装一个Chrome的一个WebDriver的模块,也就是一个执行程序 才能够直接使用WebDriver操作Chrome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就来学习一下使用Clinium中的WebDriver这个模块呢 对流浪器进行一下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来学习页面阳素的一些定位以及操作 那么在学习这个之前呢,我们首先应该能够使用WebDriver来打开一个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呢,我们还应该能够打开我们自己想要访问的网页 也就是打开一个网页,打开完之后我们才能够去定位这个网页中的元素 并且呢,使用这些元素做一些相关的操作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这个Python的集中开放环境 我在这里使用的还是这个share的方式,因为我们这一类仰视比较方便 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打开一个什么呢,一个浏览器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打开一个浏览器 首先我们fromCelineum importWebDriver 我们导入WebDriver的一个模块 然后呢,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那我们的browser,也就是b,等于WebDriver的Fairfox 我们直接敲这个之后呢,它就会打开一个Fairfox浏览器 我们等一下 大家来看,我在这里打开了一个浏览器 这浏览器现在没有输入任何地址 那么我们在这里记一下,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就是打开浏览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呢 第二步我们应该想做的方式呢 就是要打开一个网页 那我们来看一下b的方法 help b的get 大家来看 这个的就是使用这个WebDriver来打开一个uri 它就会自动漏的一个web印 那我们来看一下 b的get http ww.byd.com 我们先打开百度吧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大家来看 在这里它打开了一个百度的首页 就是搜索页 打开百度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知道你打开的是不是百度呢 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个b的一个属性 title b的title呢 是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那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title合不合法呢 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判断一下这个title 有没有百度这个关键字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我们如何来判断呢 我们学过Path的同学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这样百度 什么呢 如果 in我的b的title 它肯定是个true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个问题 我在这里 b的get 我如果百度敲成了百度 我们来看一下 入回车 再来看 在这里呢 它打开的不是百度了 它是一个叫 反例的不知道这个什么网站 反正它这个浏览器默认过 导的这个网站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可以知道 看一下b的current url 大家来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判断 它是不是我们的百度 如果我们这个url 里面不包含百度这个关键字 我们可以认为 它就是一个不对的 我们这边可以写 其实就是 百度 in什么呢 b的current url 如果你这个不在这里面 那么我就可以再带来写 你这个打开已经失败了 或者我们可以用tattle来做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b的tattle是什么呢 现在它tattle是防律网 那么这个呢 肯定不是我们的百度 我们使用 百度 in title 肯定是一个 失败的 这个是focus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判一下我们这个网站有没有打开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url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个title的方式来做判断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测试完成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是要打开我们的百度 我们要用百度做一下基本的测试 我们打开百度 大家来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打开百度了 那我来看一下当前的currenturi 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www.com 就是www.com 如果你敲错了这个浏览器他不知道怎么操作的他就可能给你返回一个其他的网址 这有可能是做广告的 然后我们第二个呢就可以这样 b的get www.com 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什么呢 打开一个网页 打开一个网页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判断一下呢 判断一下我们url或者我们的tattle 或者说我们这个打开网页上里面有个元素呢我们可以找一下这个元素他存不存在 或者什么呢 找元素的方式来判断 来判断我这个页面有没有打开是成功的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打开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在这个里面输入一个值 比如说我在百度里面搜索mats学院 那我们如何来进行操作呢 我们点入这个输入框上又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查看元素 大家来看这个用这个打开的 查看不了元素这个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再重新打开一个流浪器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等一下这个流浪器打开 然后在这里也百度 这俩网页是一样的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里查看元素 大家看这个输入框 它的查看元素大家看 它是个input的输入框 然后它id呢是kw class是s下滑项ipt 它这个will呢是空档 name是wd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使用一种方式来去定位我们这个输入框 我们元素定位呢是我们自动化测试的一个核心部分 我们这些所有的操作都必须要找到相关的元素才能够做操作 那我们这个webdrapper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api去查找一些元素 我们来看第一种方式 它呢是使用fund11 by id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个id呢 它的名字就是kw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来 找一下这个id 我们可以这样操作 ere等于element等于b的find的element by id 这个id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kw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kw 我们再审查一下这个元素 大家看它这个id呢就是kw 我们在这里输入kw回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re tapere 大家来看它就是web element中的一个元素 当我们查这个元素之后呢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操作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找着这个输入框的元素了 我如何来进行输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操作的方式呢 有这么几种 第一个是clear 也就是把这个元素里面的内容给清空 第二个是send case send case是模拟按键的一个输入 比如说你输入中国 那么它在里面 它的一个元素里面就会输入中国 就会享受中国 然后搜索中国 或者你输入Math学院 它也会搜索Math学院 第三个是click 这click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点击那个什么呢 百度一下 哎 那我们就处罚了一个点击事件 还有个submermate 这个是提交表单 我们来做第一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是 外部罩打开的那个网线 我们在这里输入111 大家来看我这个窗口是有11 对吧 我们输入111之后呢 我们来做第一个操作 ere的clear 回车 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111 我们输入了11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下ere的clear 回车之后 大家来看 这边呢 就清空了 这说明了 我这个使用这个元素 就可以对我这个输入框进行操作 那我们第二个方法呢 是什么呢 是send case send case 我在这里搜索什么呢 搜索Math学院 对吧 我们回车 大家看这边呢 就会弹出一个Math学院 那么刚才我们所介绍的方法呢 是使用什么呢 fine element by sd的方式去查找 那么我们再来审查一下这个元素 这个退回去 我们退回 怎么退回呢 我们看一下 browser的 应该是b的back方法 我们来回一下 b的 是他能够自己跳回去 返回到上一个 再来看 这个时候最初始的一点了 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元素 这个输入框呢 它有一个内容是wd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PT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方式呢 可以使用fine element by name 这个方法呢 可不可以去查这个元素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打开这个 ere1等于fine的 等于b的 fine的element by name 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内容是wd 大家来看 这是可以的 ere1的 send 我们来试一下 send case 输入脉子 学院 有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 这边呢 输入的这就是脉子学院 那么呢 我们再来 看一下 我们刚才所做的操作 我们的第三个呢 就是可以使用b的 title 或者 corrent url 来判断什么呢 来判断我们这个访问是否有效 或者是根据他那个有没有这个元素 那我们第四个呢 就是定位元素了 定位元素可以使用的是 find element by什么呢 by id 或者是by name 来查找 这个元素 那我们定位元素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使用什么呢 使用 clear的方法 这个是element的 那这里可以使用ere的clear方法 把这个输入框给清空 或者是使用ere的send case的方法呢 发送一些搜索输入框里面的字符 然后呢 就是清空输入框 或者 输入做事 这针对于输入框 那我们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输入框跳转之后呢 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使用back back方法 back方法就是回 就是回到上一页 就是back back 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到我们把这几个都操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使用 其他方法来查找元素 再来看我们还支持呢 find element by class name 或是by tag name by link test 以及by charpass和css 那么这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使用class name来查找元素 我们还看一下我们那个审查元素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input 他这个里面呢 除了id 还有一个class class是s下滑项 ipt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使用class name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查找这个s下滑项ipt 来查找这个元素 我们打开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ere等于b的find element by class name 这个class name它的名字呢 就是s下滑项ipt ipt 给车 大家看 我们的ere呢 它是找到的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那个 浏览器的界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下 ere的send case 然后查se re06 大家看 这样呢 它会输入这个 这个就是使用 find element by class name 来查找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使用tagname呢 tagname的方式呢 是使用这个tag tag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input input的这个tag呢 它就是我们的input 大家来看这个标签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ere e等于b的find element by tag name 用tagname的这里可以写一个input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ere这个元素 它这个元素和我们这个元素呢 并不是一个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下ere 它的size 以及ere的id 那我们再来看ere的size 再来看erb的id 这两个应该不是同一个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虽然是个input 我们使用ere的send case 我们它虽然是个输入 但是我还不知道它支不支持 然后这里比如说输入一个要要 带来看 这里会报一个错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这个页面中呢 我们可以查看它在 页面的原代码 我们找一下input -input 大家看这个里面呢 还有好多input 所以说呢 查找标签的时候呢 它会把第一个标签给返回来 第一个标签呢 它有可能是上面的某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呢 是不值输入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进行这个输入呢 它也是输入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ere 刚才我们ere的id ere的id是这个 我们再重新查一下 ere2等于b的fund的elements byid kw ere2 再来看 我们这个ere和ere 他们呢 是同一个id 这两个id是相同的 所以说呢 这个ere 就是ere2 他们俩是同一个元素 因为我这个用的是ere 它使用的是fund elements byclassname 而我们这个ere ed ere2呢 它用的是fundelements byid 这两个呢 查出它是同一个元素 而我们使用 fund的tag byname的时候呢 却出现了一个错误 因为这个界面里面 有很多input的 所以说当我们有很多音 很多相同的标签 或者相同的音量度的时候呢 我们定位就会出一样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方式呢 这个呢 我们下节课再来讲 那么再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的主要知识点 第一个呢 我们使用webdriver的fairfox方法 打开一个流浪器 然后使用get方法去打开一个网页 然后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网页 进行一个有效性的判断 可以使用tattle current url 以及什么呢 我们这个网页中某个固定的元素 以致的元素查找一下 如果不在 那么就是打开成功 不在的话就失败 然后我们查找 元素的方法呢 我们列举了 fund element byid byname 以及byclassname 和bytagname 像其他的方法 我们后面再讲 然后我们介绍了这个 元素它的一些操作方法 包括clear faircase 然后sourmate的那个click呢 我们下面再讲 然后后面呢 我们讲了一下 是如何 使用流浪器返回 或forway的都可以 我们这里只讲了一个black 只讲了一个back 好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对这个webdriver的一个讲述呢 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